川普接受专访的时候 因为他在怒批说 台湾都是抢走美国的半导体工作 讲了很多 那民党都不敢讲话 昨天都好低调 结果国民党委员赖斯堡很生气 他说这简直就是在贯彻赖清德的 不以美的典范 舔美舔到国阁百边 蔡政府面对羞辱 竟然都不敢面对美国抗议 所以是因为被骂了吗 大家来看陈建仁今天态度就不一样了 昨天本来怎么样 对川普相关意见 说行政院没评论 结果今天就变了 说他不接受川普说法 川普引用的数据根本都错了 应该要对事实有更多的了解 哎呀还变得真快呀 怎么昨天很低调都不敢讲话 然后呢今天就开始说 他用的数据都是错的 其实昨天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就已经知道 人家美国的那个主持人 就已经在质疑你川普 你数据用错 结果陈建仁今天才敢讲啊 委员 我连今天他讲我都不会称赞 我都不会 都吝啬地给他打个赞一下 其实大家一直把川普的讲话 当作是嫌疾议员 错了 那是美国政客两党 共同内心的世界 台积电对他们讲起来 是一个对他有利 他就用不利就要销毁掉的一个单位 台积电是谁的 看起来是美国的样子 好像是美国的 台积电是当时在蒋经国的时代 这个孙宁贤 李国鼎 那么请的张忠谋 等回来设立的一个公司 是美国不要的 你们当时在前旧化的策略下 把这个部分丢 丢出来的 而那个时候丢出来还没有人要做 是政府的大量投资的结果 不是吗 今天成功了 是变成美国的 要你来美国就来美国 而我们的政府一句话也不敢讲 所以在这里我先下第一个 结论给大家做参考 台湾的台积电 事实上不只是台积电 任何任何一家的公司 假如未来成为 只有美国供应链底下的一部分 那随时可以被出卖的 因为我考虑的是美国的 请不要忘记 假如这个供应链 是属于未来世界 另外一个 中国供应链的一部分的话 我想不会被没收的 谁敢动他 那就要谁敢 去跟后面的大哥 是敲敲砖吧 是 我讲这是一个 我从这边来讲 第二个 民进党那个什么嘴脸 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当时拜登跟川普在竞选 在那个票 在那边跑来跑去 谁赢谁出 跑来跑去的时候 民进党那什么嘴脸 是川普 都怎么办 还在民进党的内部里面 还戴口罩上面谁挺穿 你们忘了吗 而今天你所挺的穿 现在摆明 要把你所谓的 护国神山 要拿走 在台湾的话 要干什么 要抽税 你们那些挺穿的 出来讲几句话 这不是跪田不跪田 你们到底是什么立场 有人讲民主民族 是台湾人民做主 是美国做主 台积电量往哪里去 是台湾人民收的算吗 台湾的股民收的算吗 或是美国人收的算 我们的兵役 是四个月一年 谁收的算 是台湾人民收的算 是美国人收的算 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 贤金语言 基本上 就是美国的政客 对台湾 以其以求的真心化 而且 要怎样资金语言 要怎样资金语言 怎么抽烟抽扁 我说了算 因为我就已经吃定你 你们什么鬼话也不敢讲 你们这样想到 民党就要想到 还要构建美国 有没有 他想到构建美国 钱不变哑巴 问陈建仁 不重要 应该去问一问赖清德 那个才是真正灵魂的考验 因为他现在 吓死了 他要去美国吓死了 灵魂的考验 这一些被出卖的灵魂 被魔鬼拿走的灵魂的民进党 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没有花言钱的 因为他们已经把台积电卖掉了 而人家现在正在 要羞辱你 吃定你 那你又能怎么样 所以不要把川普 当作只是他的贤金语言 这是他比较粗鲁一点 他比较真心一点 他比较率先一点 就跟你讲明 以其当小人 以及这么样子 当那边伪君子 不如当个真小人 其实另外一票 是伪君子 不是他同样的想法吗 其实说真的 就连美国自己的媒体 像纽约时报 都认为说 其实等到 真的川普让他当选了的话 那他只会更加的极权化 那他会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可能是不是真的 就包括他所说的 要对台湾来克关税呢 那但是这个江老师 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是 陈建仁有对此 终于有了一个回应之外 其实呢 大家也会问这个问题 问经济部长王美花 就王美花 他解释的是什么道理呢 他就一直在强调说 台美是重要的伙伴关系啦 客户是来自于美国啦 那这个不是什么 对立的关系啦 他想要用这样的一番话 到底解释什么呢 解释的又不清不楚 那不如直接就 来一个直面回应嘛 那干嘛要讲的 这么的含蓄呢 老师 王美花是我们同届的 他念法律系 所以大概就是 他之前做公务员 所以是公务员的回答方式 你不能说他错了 他的格局就这样子而已 2023年7月13号 我给各位报告一下 当那泽伦时区 去抱怨英国说 为什么你们给的武器不够 你看英国的国防部长 Wallace怎么回答 他说英国不是 乌克兰的亚马逊 比照办理 如果川普说台积电 抢阻他们的工作 我们的王美花 或者陈建人的回应应该是 台湾不是美国的工具人 英国不是乌克兰的亚马逊嘛 你要什么东西 我这边搬 台湾当然也不是 美国的工具人 这两天苏之锋来 再往上推 是黄仁勋 再往上推 是Intel 美国最重要半导体的领袖 那个重中中 是Patrick Gersinger 他来超过四次以上 每次呢 来跟台积电谈 五奈米 这一次最近谈的是 三奈米 简单的说 台积电 没有抢走 美国的工作 是美国做不出来 对 你怎么看 Intel的CEO来了 黄仁勋来了 苏之锋 表示台积电 真的是很多工程师啊 花脑筋 爆肝爆血 掏心掏肝掏肺肺 做出来好东西啊 好东西跟全世界分享 这是台湾的骄傲 怎么会是我们强领的工作 我认为做一个在地台湾人 我们没有强领的工作 你要会做自己拿来去做 你做不出来嘛 是 英文有一句成语叫做 凡会闪耀的 未必是黄金 有没有 凡闪耀的未必是黄金 凡闪耀的未必是黄金 凡串是皮翼的 未必是黄仁勋 同样做半导体 你做不出来嘛 是 你做出来 三奈米二奈米 拿回去做啊 你做不出来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台积电啊 这个比较 16 28的 25的 就放到美国去Arizona 这个等于 这个等于 把我们护国神山的 这个灵魂呢 都拿到那边 去了 我们很多工程师啊 西家带军 有些朋友 西家带军过去 工作苦不堪言 对 很辛苦 掏心 掏肝 掏肺 最后台湾比掏空 这什么跟什么 所以 如果我们的关于 有点隔的话 应该至少 仿造英国的 国防部长 Wallace 英国不是乌克兰的 亚马逊 台湾不是美国的 工具人 一样押韵 是的 的确啦 真的 因为就像这个 我刚刚讲到了 美国自己的主持人 都在说 你讲错了 你川普讲错了 人家台湾是做 九成的高阶晶片 不是九成的晶片 那为什么会做 九成的高阶晶片 因为台湾做得出来 你美国做不出来 那高阶晶片 所以当然是台湾来做 何来的抢饭碗呢 但回来你看看 今天呢 陈建仁其实还有提到一个 一件事 是当被这个民进党立委 询问福茂已经像过棋鸡牌 要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十年来 国贸情势有很大的转变了 福茂在现阶段 没有再继续讨论的必要性了 其实现在说真的 两岸之间的这个贸易 大家都在讨论 那福茂呢 货茂呢 还有ECFA呢 都要继续吗 一边嘴巴一直不断的在批对岸 可是民进党 当有这种红利的时候 他继续的享用不尽 而且还要越享受越多 请教一下这个波基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 一个可能要转变了的时候了呢 我想首先第一个就是 如果讲到福茂说 这个什么过棋鸡牌或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要 回到那个时代的那个当下 去回溯一下国民党当时 为什么要往福茂先推 其实一般是货贸先行 那个时候ECFA的架构 是福茂货贸两块 但是呢 因为服务业其实牵扯到 比较所谓的本土的产业 那货物就是说进出口 那当时的马政府怕什么 怕影响中南部的农业的 就是谈货贸会影响 会冲击农业 农与产业会受到冲击 因为这个就攸关所谓的大陆的农产品 要不要进口的问题 那所以呢 当时后来想一想 这个货帽可能会碰到很高的主力 所以想说 那我们先来谈福茂好了 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福茂前面看起来很顺利 所以突然一个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太阳花 其实太阳花的议题 从反福茂的运动 炒了大概半年多 其实本来没有烧起来 是从占领了立法院之后 整个议题就反而是一面倒的 舆论改变了 那当然这都是历史 所以我说 现阶段确实我觉得台湾也没有条件 不管即使政党轮替 我也不认为有谈福茂的条件 即使是政党轮替 为什么 因为时空背景真的改变了 两边的产业都有很大的 这个结构性的改变 你搞不好是对岸 也不想跟你谈福茂 也有可能 可是我们可以务实的讲 两岸需不需要有经贸往来 这个才是重点 就是已经不是福茂 要不要谈的问题 是两岸要不要有经贸往来 那现在民进党一边在享受 两岸经贸的红利 二方面说两岸我们不要谈 这本身是一个矛盾 所以你先把ECFA 要不要停下来这件事情 你说他糖衣毒药 民进党要负责任的 如果今天这个蔡英文 他要实践他的诺言 ECFA是糖衣毒药 我上任要办公投 好现在来全民决定 对不对 你还连任 你这七年多 快八年的这个时间 你都没有对ECFA 有任何的表态 你的那个陆委会官员 还说两岸的经贸往来 正常往来是有必要的 我看不懂 就有人当黑脸 有人当白脸 那实际上对岸给你的好处 你还是拿了 而且拿得很开心 这就有点像 其实你就包含 我们把这个川普的事情 拉在一起谈 每一个国家都会在意自己的最高利益 川普现在在意的是什么 是他的选战利益 他在2016年的时候讲说 中国人来抢我们美国人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要跟中国对抗 这是他2016年胜选的套路 现在不能讲跟中国人抢工作 因为你现在讲 那个中国跟美国抢工作 没有说服力了 因为中美已经对峙这么久了 然后他现在想到了 下一个受难者叫台湾 其实你知道对于川普的观众 尤其是福斯 他那个频道里面的观众 里面可能九成不认识 不知道台湾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甚至不知道半导地产业 在全球的这个模式是怎么样 所以当川普讲说这样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信以为真 川普是一个认知作战的高手 你不能不佩服 他就是很懂得用这种 所谓煽动性的言论 去带领美国去对抗谁 从过去其实中美贸易战 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那现阶段他现在把这个 炮口对整台湾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他知道台湾太好欺负了 当年不要忘记 我们回到2015年 2016年那个时候 我们的蔡政府刚上任 他是全力挺谁 挺希拉蕊 我们没有挺川普 后来是川普选上了 一通那个川蔡热线 好像一副就修补了 从此以后民进党政府就挺川了 我穿威武 结果又压错保了 结果拜登上来了 对不对 我就说我觉得 民进党是不是在这个 压美国选战的 都压不准 每次都压不准 可是这一次 你看这次他们就不敢讲话了 为什么 因为明年看样子 川普 搞不好有机会 回认的几率是蛮高的 所以这一次他们基本上就选择 好啦你们就打我的脸 我们以前挺川普 我们活该的 但是我们不要打脸他了 不要得罪他 为什么 因为到时候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所以川普在 他现在又开始在玩所谓 他的累积他的生意筹码 他的生意是选战的生意 所以把这两个事情加起来 民进党拿的两岸的 也是在玩他选战的生意 可是真正两岸经贸 谁能够务实来面对呢 我觉得这才是真的问题 好 不过说真的 跟比较深绿的 跟台独走的比较近的 还是谁 还是共和党居多 这个盛风老师 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谈一下就是现在这一次 刚刚你也约略提到 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要过境美国 但是据说 当然这个中文宣传网 这边有说 传他是争取过境华府 上次蔡英文去都没有过境华府 是过境纽约 我是指东岸 然后现在说美国没点头 所以赖建英派赵宜祥林非凡 去到美国沟通 希望争取 但是报道说过程不顺利 那现在又说 据传赖清德去 是要过境纽约 回则是过境洛杉矶 那不就是跟蔡英文 当一次一样的了吗 只是总统府发言人说 这是一则未经查证 内容离谱的不实消息 赖伴这边也说 这样的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 实属造谣 老师 我不晓得是哪个地方事实不符 是没有派人 这一点不符 或是派 讲的人是派臭人的 这一点不符 就是说 有没有派人 我没有派 你说有 这事实不符 第二个 我说AB 不是我是派CD 你是派这两位吗 对 是啊是有趣 不是 我的所谓的事实不符 他们讲事实不符 是什么事实不符 是没有派人 有派人 这争吵 或是派AB 不是不是 是CD才对 我们关心的是过境哪里 所以事实到底是什么事实 是能不能过境美国 是过境哪里 是哪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 他们也没讲 当然不能讲 第二个很重要的 过境花火 免了啦 不要想 有史以来 哪一个人过境花火 你耐心得比较漂亮 对 你耐心得比较圆 不会啦 第二个 这个时候给赖清德 过境花火 那不是对蔡英文是什么 是公开的打脸 就是说我七年 这样跟你扶扶塌塌 他捧你捧成这个样子 就是赖清德超越蔡英文 那当场就打你的脸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赖清德有什么伟大到 美国要让他去过境花火 然后把现在 正在这个中美之间 那种很微薄的关系 很微妙的关系 很紧张的关系 去添加一个 一个变数的筹码 对 你会没 所以放出要经过华府 根本从头到尾 不是自欺欺人 就是把我们前民当作傻瓜 然后我们所有对国际政治 有人就对两岸 有人就通通是傻瓜 通通在睡觉 让他这些没说 那谁放的消息 我们怎么晓得放消息 那有的是往脸上贴金 不然他搞不好 说不定 这是蔡英文放的消息 知道你做不到 因为如果是赖清德放消息 然后又做不到的话 不是更趋 但是放心 这绝对不会南京放的消息 因为南京没有是我们本事 最后我要讲 就是派什么赵林这两个 假如真的派这两个 我只有证明说 赖清德真的水准流过低 这两个在美国是什么咖 是罗马咖或是豬咖 我搞不懂 今天民进党再怎么差 要在美国去游说 不管是花帕 不管是台湾团体 那个跟美国国会之间的 那种密切关系 现在找不到 要找美国政府 比较看得顺利 还有一个叫萧美琴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咖 什么咖都比这两咖 那会有一个传出这两咖 也很奇怪 这不是要给赖清德难堪 那就是真的很极乐的消息 好来 这个老师你的看法呢 来 刚刚CNN的新闻最新 四川大哥 把它拉近一点这里 Without incident 白宫官员资深官员说 这一次赖清德要过境美国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任何意外 以不出意外维稳原则 那既然是不出意外 就是有法依法 无法原理 无理如拟 无拟交易 所以赖清德要去 华府的几率其实极低 我们现在看得从台湾看 对不对 反过来看 华府的回答就是 高阶主管 他那里面谈的 去访问 Without incident 不要任何意外出现 就凭准 行礼如遗就好 因为接下来 除了赖清德之外 还有侯友宜 或者是柯文哲 柯文哲已经去过了 说不定下次 还有其他的行程 所以他希望呢 在此刻 也许有各种说法 就可能赖清德会不会是 他有四大支柱啦 有任何可能台独的风险 对于中美的关系会有影响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可是对他们来说 就是不要任何意外 不要任何意外 就不要变更 那是比照蔡英文方式办理 就叫没有意外 比照蔡英文算是高阶 因为蔡英文现在是 最高领导人 那如果降阶的话 很正常 也是正常 如果比照的话 那算赖清德算是礼遇的 那接下来就带您来看看 热腾腾刚出炉的最新两份民调了 那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风采民调 这个里面呢 当然我们还是来比较一下 赖柯跟侯 顺序没变 数字有一点变 赖清德 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再往下掉了 30.2 柯文哲25.4 侯友宜15.3 这是风采民调 另外这一头是 林传媒他们所做的民调 那么这三位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赖清德38.48 柯文哲28.34 而侯友宜呢 21.29 以顺序来讲 还是赖柯侯的顺序 但是数字上 比一比 是否有什么样的玄机可看 请教波机 其实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这个架构啦 从大概6月以后 大概到现在7月中 他这两份民调 基本上都是在 7月10号到16号 这个区间做的 那第一个是说 他是等于是金小刀 出示提升的 之后的一个两分 比较就是说 能够验证金小刀 到底这个策略 有没有明显的效果 那目前看起来比较没有 是 因为如果以林传媒 我们看趋势 林传媒 他就是右边这个 左边这个 对对对 他是一个叫做 这个两条平行线 就是赖金德是上面的平行线 他5月到7月 基本上都在39 37 38 那这个侯友宜是 20 21 21 就是 也很平 两个都是平的 也很平 对 只有柯文哲有起伏 那柯文哲从21 到31 再下到28 他是一个有起伏的 在中间 那我就说我形容 这样的民调结构叫做 两个人躺平 可是呢 上面这个赖金德是躺着选 那这个侯友宜是被打趴了 两条线都是平的 可是呢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侯友宜 金普冲来的这个红利 目前还没有看到 对 没有 那这个对侯友宜就是 绝对是 很严重的警讯了 对啊 因为你最起码应该上去一点也好 你的团队调整了嘛 当然因为 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你说像因为一份这个 风扇的他是15% 这边 对那这个风扇民调 他在15% 这个跟很多民调也有做过 有15% 16%的也有 可是呢 因为零的就是 我要跟他自己比 对 你不能跟其他的民调比 所以像侯友宜在 这个零的传媒 从5月到6月到7月 都在221这个区间 都有两成 对他都有两成 但是他都没有太大的起伏 那也就表示 目前看起来侯友宜 他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金普松如果 进来了两个礼拜了 没有办法有效的把 这个尤其里面 其实看那个交叉分析 你就很明显的看到 柯文哲 柯文哲跟赖清德 他们在自己政党的支持度里面 9成以上支持自己人 就是民进党9成以上支持赖清德 民众党9成以上支持柯文哲 可是侯友宜只有得到 国民党支持的7成 对啊 所以我讲一直 这个现象已经从6月 持续到现在没有改变了 对 好 那内忧再加外患 外患是什么 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 更多的中间选民或同温层 以外的支持者 内忧加外患 那侯友宜 怎么 民调要怎么高 你如果能够提高到 自己比如说 国民党内的支持度 至少到9成 那至少 我就讲侯友宜 可能就有到23到25 这个区间了 那跟柯文哲的距离 就会拉近 我是说以林传媒这份 那如果以这个风担的话 可能就可以到18 19 就是说至少 那个是一个很短期 有效可以把你的民调 可以拉高的一个状态 当然每一份民调 他的这个基准是不同的 对 而且比如说每一份民调 他有他的偏差值 像比如说林传媒 他是全网路民调 他是发简讯 钓鱼 然后呢 你愿意你就回来填血 所以呢 会有一种叫做操作性 什么操作性 比如说我收到这个连结 我会分享给所有挺猴 挺谁挺谁的 我的亲朋好友 通通进去填 那所以他总共有一万多份 的网路民 最后是填网路问卷 那像这个风担民调 他是四话两天 再加这个 四话就是说固定的1200份 那这个网路 就是做这个所谓的 也是1200份 他是把两个再去做一个平均加权 所以不同的民调 我们就要看他长期的趋势 但总之我们现在看起来 整个选战的结构没有太大改变 那这个对国民党确实是一个 很严重的警讯 因为国民党看起来已经有做了一些调整 有做了一些 但是现在国民党也许更重要的是 我要先确保侯友宜能够继续选下去 那现在至少我们听到今天来讲 国民党开中常会 也是全代会前的最后一次的中常会 结果是确定不换侯 江老师 确定不换侯啊 所以就是要坚定的继续选下去了 坦白说对于党主席 权力我们都小看了 党主席 他其实有很大的权力 试问如果您是朱立的的话 第一次当党主席的时候 换掉洪秀柱 第二次当党主席换掉侯友宜 您要做人吗 明流千古 明流千古 他一定是万箭穿心 所以不可能换了 就他个人来说 那就整个现在形势看起来 国民党好像没有其他人 所以对于金老师来说 我觉得他确实需要做到 如何能够把基本盘找回来 这两天有个新闻 其实令人觉得 比较难想象就是 马伴或者赵春山 罗志祥没有宣布 罗志祥本来也被交代说要讲 就是金普通的辅佐 这个侯友宜跟马伴没有关系 金普通之所以能够 产生的大应奖励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基本盘 这些马民们没有进来 既然没有关系 大家都看 看你侯友宜的表现 再决定要不要支持你 所以要让侯友宜触敌反弹 最快的方法就是马跟韩 马英九跟韩粉 这两个能够搞定的话 其实锅就会消风 但问题是 现在看起来金老师的整合 还是在把这些杂衣压下去 像打地鼠一样 金老师的老太 侯拜其实这边也有声明 就是说其实金普通是他们找 他们请来 所以也似乎不太希望外界 再针对这个 好像金普通的这个问题上面 在打转了 就是要全力的再充施 不过数以进而风不至 选举的基本盘 先集结 杨敏刚提到说 何友宜只拿到了 百分之六十八九 到甚至到七成国民党职业者 你的基本盘没有回来 舍本足末 青年学票中间学民都是末 不是不重要 而现在是装饰品 你本没有啊 利从地起 你的站立点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 恐怕很重要一点 所以怎么样找基本盘 恐怕在七二二三前后左右 要花一点力气 如果你不做当然来不及 那当然我最后讲一句话 金普通金老师的老太爷叫金硕 他爸爸叫金硕 就众口硕精力 硕就是锻炼打造的意思 所以金老师恐怕要注意就是 如何让这些非律大阵营 或者是蓝军内部 不是敌人 统统都是朋友 这样的个性 这样的特质 把他发挥得零零尽致 一下骂郑里文 一下讲 其后一下讲 蔡正元 其实这路边有帮助 如果你们几个大和解 这大新闻 很快 说不定都会有民调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才会有帮助 毕竟现在我们看到说 是非律的联盟 你看这个民调里面 就在问 站不站成非 非执政党主在野联盟 在2024大选 推一组候选人 结果非常赞成的 21.4 赞成的也有38.5 所以算一算 也将近快60% 将近六成是赞成的 但是要靠谁呢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如果今天四喀都 郭台铭拿多少 9.22 有人讲说 那郭台铭 你真的还想独立参选吗 还是说比较能够寄望在 侯友宜如果民调再拉不起来的话 是柯文哲吗 好那你现在再看 现在目前呢 在侯 柯 郭这三个人 比较支持的是谁来当 2024非执政党联盟总统候选人呢 结果是柯文哲比较多 37.8 郭是26.4 侯是23 那我们刚刚在讲 回来请导播让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刚才我们在讲 那柯文哲的部分 到底是该怎么样来观察 他现在目前是否更有力量 因为我要请教一下 是个盛丰委员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 是柯文哲 是不是真的很可能 从这个民调来看的话 他确实是比较有机会的 但现在柯文哲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他在30到39岁的支持度有掉 而且30到39岁里面的女性 掉得特别的明显 这对柯文哲来讲 是不是又是一个警示呢 这样子 三个候选人 我们简单的这样子来讲 民党的选法 我们用算数学来算 他就稳了 因为35以上就稳定 35一直加到40 大概就一定过关 所以就民党讲起来 他今天是如何的稳固这30 然后用他的执政资源 用他选举跟立委的绑装在一起 然后这样子一票一票要累下来 所以他的选举 你们有发现民党 从来没有像这次选举这么安静 因为他就等着开票而已 这是数学 这是很简单的数学 第二个 柯文哲有没有声量 绝对有声量 可是柯文哲的声量 已经快到天花板 这不是我在诅咒他 因为他缺少了后续的资源 就是所谓的地方资源 地方资源 这个不喜欢好像还没有改善多少 还没有没有改善多少 第二个就是深蓝不信任你 我现在碰到 我想我深蓝的朋友很多 应该没有人会意外 就问另外一句话 就说这票是要怎么投下去 这个票要怎么投 投不下去 不用投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第二句话说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个焦虑之情超越了 也就是说你没有得到他们的信任感 有信任感这个马上就回来 第三个就是这一个勾粉寒粉 还不服气 这个力道 这个力道 当不要不一定有效 当独裕 就肯定一杯一中的 这个帮你不一定有效 但是赌你绝对是有效的 再再过来地方势力到今天 是官望 我讲官话还好听 还有不少人在扯你 这还在官望 看你外面 很抱歉 尤其是金府中出现之后 把这个力量整个加速 就整个地方势力 如果压到他就好了 压到他就好了 这个这个问题不解 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最后两岸论述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清楚 讲了九二共识也没用 不是 不清楚吗 符合中华民国宪华的九二共识 就有人问我 说那什么意思 我说没有 九二共识已经出来就好了 为什么我这样回答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OK 但是不管 这是一个事实 这五点 到现在为止解决了多少 所以这场仗是绝对可以打的 国民党绝对可以打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真的想下架民进党 可是看到你们这几颗宝贝有没有 简直不知道怎么办 焦力万分 所以环境是有利的 那我们再来看 会议条件是很好的 请各位想一想 博士当过大学校长 然后当过警察市长 当过八年的副市长 选过两次艰难的选举 你说他不懂 然后选前还把几个立委的选举 还把它抽过 那你说他不懂 所以到现在为止 明天你比较厉害你告诉我 问题出在哪里 好 不过我们看到 其实刑警院长陈建仁在立法院当中 总好被立委问到 结果被问到说 有关于政党该不该轮替的时候 我们看到陈建仁竟然点头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 多分的民调 认为明年的元月13号 超过六成 不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 那评论你要不要负责 政党轮替 以上是很多人有的这个想法 所以你赞成政党轮替 民调当然了 当然了 所以你赞成政党轮替 好 所以能够把希望放在谁的身上呢 如果你不投赖清德 要让民进党从这个下架了的话 那究竟靠谁呢 那从现在目前刚刚我们在分析 这么多的民调 那还有当然了 说是不是要赶快让赖清德也要加油 要不然那柯文哲 都是一直抓着年轻人 所以你看像焦糖都来讲了 干脆靠抖音网红来帮忙好了 这个时候就要靠抖音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国安的疑虑了吗 请教波基 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陈建仁这个院长 他应该是吃了这个 午餐吃了诚实豆沙包之类的 哇 讲出 当然了 我是觉得 他前面这个讲 当然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政党轮替 本来就是民主国家常态 在台湾也政党轮替过好几次了 那你做得好 就不用担心被轮替 这个本来就是交给选民来决定的 不是官员决定政党要不要轮替 是选民决定 好 那当然 我就念一段这个蔡英文 2015年的时候 他发的这个脸书文 他说台湾生病的 生病的不是人民 是政府 而要把这个病重 这治好呢 只有一种办法 那个办法叫做政党轮替 蔡英文也曾经主张政党轮替啊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在野党 然后现在呢 我觉得那个行政院发言人最该打屁股 你怎么可以说 什么 什么 这个民主国家常态就是政党轮替 但现在台湾的情况不是这样 现在台湾不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吗 是什么 这是什么乱论书啊 我觉得这个行政院把发言人换掉好了 你不解释还没关系 你解释行政院长更惨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单纯 就是你本来政党轮替 它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那你 你当然 今天是国民党的问你说 你可以再加一句啊 当然我支持啊 今天民进党如果做得不好 被政党轮替我们心甘情愿 很正常嘛 对 直求对决 那至于抖音 我觉得教堂的 听教堂的就会很惨啦 就这么简单 对啊 你怎么会听教堂的 去年他是这个 把陈思中人设搞崩坏的 这个 这个第一工程 是 如果赖清德真的听的话 当然 其实你知道 其实赖清德已经有 义勇军把他帮他把影片都搬到抖音上面去了 抖音上面已经有赖清德的进行影片 已经有了 只是他们不用官方的 效果怎么样 不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 但是他们就是说 他们其实都知道 抖音这个平台 不能用官方账号去经营 他们都用一个什么 挺赖义勇军 然后把他所有的官方的短影音 全部搬过去 然后就有那个抖音的 那个扶水音在上面 我想你很多绿营的群组 都在传这个TikTok的影片 所以这个根本 你看民进党说要反中 结果呢 抖音影片还是到处传 没错嘛 所以这个叫做务实的抗中宝台 请大家踊跃的下载 我们的中天新闻网APP 您下载了吗 下载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两种途径 不但是可以从Apple Store 来下载我们的APP之外 另外Google Play也可以下载 请一定要认明这个蓝色logo CTI中天新闻 中天新闻网 也别忘记 请给我们打五颗星的评分 我们会更有动力 那在这个下载了之后呢 别忘记随时的点进去 可以看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中天节目之外 另外也有很多很多中天新闻 随时都会有新闻的即时推播 让您不露街 在这里呢 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注册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注册填写了资料之后呢 很幸运的朋友已经说 都有得大奖了 很开心 所以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活动 那么也请别忘记 当您在下载的时候呢 也请打推荐码 CTI-798 CTI-798 请大家踊跃地下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